正在召开的中共两会上,有港美遇到江泽民侄子和外甥,问及江泽民近况时,他们都知无其此转身走壁。江的前大秘甲廷安也称对江近况不了解。外界认为,江的近况或不妙。有消息称,江泽民的一举一动都被习近平严密监控,贴身警卫早已经被习撤换,变成了贴身案叹。 3月12日,中共两会已召开9天。9日在中共人大会议上现身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前副主任,江泽民的大秘甲廷安,被港媒记者问及关于前江泽民的最新状况时,贾表示,自己已经离开岗位很多年,对江泽民的情况不太了解。 无独有偶,9日在中共全国政协会上,另有港媒记者遇到江泽民的两位晚辈,江的侄子,前上海政协主席吴志明和江的外甥,县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二人都对记者说了不少话。 但当记者问到江泽民近况时,两位政协委员都闭而不谈。吴志明拍了拍记者的肩膀说,这个我也不清楚,好吧,转身而去。 而许江也对这个话题支支吾吾,表示我不知道,我们不是,然后转身和有人离去。 外界认为,上述即想传递一个信号,说明江泽民近况不妙,当许对江泽民家族的调查并未放松,才导致江泽民的近况连亲友都回避,甚至不敢提及。 此前就有消息称,江的贴身警卫早被撤换,且变成了习近平的贴身案叹,记录江的一举一动向上汇报。 据港媒《前哨》杂志此前报道,有消息人士爆料称,江泽民为对抗习近平叨叨剑血的反腐运动,曾暗中联络一些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共同对付习近平。 被习阵营发现后,迅速使出了两个蜡招。 一是,再次派发红头文件,强调退休的中共领导人之间,见面虚或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二是,规定退休高官的警卫每月全数换房一次,并每天详尽汇报起居生活。 消息人士表示,这两招实际上是对江泽民的变相软禁。 第一条字不必说,这是六四屠城后,中共高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 立下一个党内决议,退休领导人出游出访,必须获得现任领导人同意。 具体工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执行。 第二条规矩,等于堵死了江泽民的耳目,砍断了他的手脚。 这条规定的具体内容有,退休高官的警卫人员每月全数换房一次。 而所有当职警卫人员,每晚必须向中办及其下属的中央警卫局专职部门, 详尽汇报退休高官全天的一举一动。 若不如时汇报案军纪处罚。 报道说,这样一来,相关警卫人员不但难以变为退休领导人的贴心中仆, 反而成了习阵营的耳目。 消息人士说,贴身警卫为养熟就已换人,不仅让江无法收买, 那些警卫人员反而变成了习营的贴身案判, 贴身监视着江的言行,等于变相软禁。 报道说,江泽民刚开始非常恼怒,一度试图抗拒, 但有官方面随即派前一位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物, 亲赴江泽民家中游说,使得江泽民不得不接受每月换人的决议。 对于上述两项规定的准确发布时间,消息人士称, 应在2015年的大阅兵的前后这段时间。 除此之外,近年来,江泽民父子被封杀, 江泽民被软禁的信号被不断传出, 而有关江泽民死去活来的消息已再被媒体翻炒。 只有像中共十九大这样的场合,当局为了秀团结, 才有意把江泽民等人放出来亮相。 有北京红二代表示,江泽民死活其实一个样, 起不到任何作用。 江泽民多次死讯有无什么玄虚不重要, 不玄不虚的是每次网上一面倒的民意, 并及此把江泽民的汉奸绅士, 出卖国土,镇压六四学生, 迫害法轮功,垂帘听政, 党政军大老虎总后台, 江家父子贪腐第一等等罪行抖路一番。 3月11日,中共全国人大经不记名投票表决, 高票通过修宪草案。 媒体曝光修宪投票被掩密监控, 代表们需在秘密写票处使用统一发放的专用笔投票。 在代表们写票的约五分钟期间, 主持人要求媒体离场, 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11日在北京大会堂取行。 下午三点经不记名投票表决, 以2958赞成, 二票反对, 三票弃权和一无效票, 高票通过了中共宪法修正案草案。 港媒报道说, 会场设有秘密写票处, 28个票箱, 不设流动票箱, 代表需到指定的票箱投票。 大会设监票人35名, 计票工作人员由大会秘书处指定。 投票时, 总监票人, 监票人先投票, 然后其他代表依次投票。 表决票上印有汉文和七种少数民族文字, 必须使用会议统一发的选举专用笔填写。 表决时, 将赞成, 反对或弃权的长方形空白处图满。 台湾联合早报称, 共有2964名人大代表参加表决。 中外媒体坐在北京大会堂二楼, 代表们写票的约五分钟期间, 主持人要求媒体离场, 但投票全程向媒体开放。 不过, 代表们需在秘密写票处使用统一发放的专用笔投票, 随后, 把选票垂直投入票箱, 再由电子计票系统计票。 据了解, 投票表决不采用常用的电子按键方式, 而是使用不记名的实体选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将粉红色的表决票投入投票箱, 其余政治局常委依序投票。 此次修宪是中共现行宪法。 自1982年施行以来, 中共官方对该宪法进行的第五次修改, 距离上一次的2004年修宪已有14年。 修宪建议全文共分为21条, 即对宪法进行21处具体修改。 其中宪法宣言共四处做出调整, 正文部分修改17处。 内容包括中共体制改革,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及习近平思想多方面内容。 修宪建议的第十四条显示, 宪法第79条第三款, 中共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人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修改为, 中共国主席, 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这意味着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确立制度实行, 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将不复存在。 对于删除宪法中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表述, 外界褒贬不一。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认为, 习近平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做法, 改变了中共自邓小平起隔代指定接班人之后的权力交接模式, 预示着未来政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他说, 对于习近平个人执政来讲, 将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 其一, 继续在中共总书记的职务上, 与中共政权走向终结, 其二, 没有了接班人, 利用手中的权力, 进行制度的变革。 无论以上哪一种情况发生, 中国社会和政治都将会发生巨变。 网友评论认为, 习近平强调党媒姓党和党领导一切, 其本质是党媒姓习, 其领导一切。 用党的招牌夺权和获取绝对权力, 瞒天过海, 党的徒子徒孙们只能干瞪眼。 体制内掌握绝对的权力, 才有体制内变天的可能。 赵紫阳的制度改革失败就是个例子, 继续观察。 还有网友评论,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很多时候事物发展看上去是坏事, 但可能是大变革的前夜。 古往今来, 人类的历史一直是这样, 当人或是发展到极端, 那么就要回落了,就要变了, 就要改朝换代了。 如果能废弃共党, 那这个过程就是忍辱负重。 如果坚持邪党本质, 就是负灭的死路。 以独攻独能见其效, 但用独者往往也会独发身亡, 危险系数非常大。 这是铤而走险的险招数。 中共两会上, 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内容, 仍是舆论聚焦的话题。 人大副委员长王晨透露, 修宪建议是去年9月份, 习近平亲自推动, 为此还成立了修宪三人组。 而修宪的核心内容, 都与中南海政治理论化装师王沪宁有关联。 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当天, 一成焦点之一的是对中共宪法提出的 21项修正案草案, 包括删除国家主席及副主席 不得连续任职超过两届的条文。 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王晨在人大开幕式上透露, 中共十九大之前的2017年9月29日,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 已经亲自推动修宪建议。 为此, 还成立了以张德江为组长, 栗战书和王沪宁为副组长的三人领导小组。 据称, 修宪领导小组向各方面征求了意见, 并收到逾2600条修改意见。 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称, 中共修宪三人组由张德江、 栗战书、 王沪宁三常委担当, 是否意味着此轮修宪建议提出的主导者就在这三人, 目前尚难断定。 报道说, 依照中共历来的修宪程序, 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向人大提出修宪建议及方案, 然而在人大会议期间予以通过。 张德江作为18届政治局常委, 又有人大委员长, 因此修宪小组由张领贤明正言顺。 而栗战书或任修宪小组副组长, 除了执掌中书, 深给习近平信任, 又在19大上成为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 并将在未来新常委分工中, 接替张德江的人大委员长一职。 而修宪跨越任期, 前后两任人大委员长皆参与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报道说, 至于王沪宁, 在19大上以学者身份, 一举挺进政治局常委会, 其罕见入常背后原因, 从修宪小组副组长一直上亦可窥见一二。 分析人士认为, 19大前一直隐身幕后的王沪宁, 位列修宪小组副组长, 并不是简单挂名。 此轮修宪的三位一体核心内容, 习核心、 习思想和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这三项内容, 以及其中传达出的政治信号, 都与中南海政治理论化装师王沪宁有着莫大关联。 新华社2月25日报道透露, 中共将与两会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之际, 苹果日报就曾报道称, 中共国家主席任期若不受限制, 是必领极权于一身的习近平在下届再掌政权。 外界有传该纠线建议的推手正是王沪宁。 此前外媒也曾报道, 多年来, 中共重大的政治思想和口号都与王沪宁相关。 据称习近平的中国梦, 以及19大前确立习核心地位, 习思想的提法等一系列造势, 也都是来自王沪宁之手。 现年63岁的王沪宁, 在上海出生、 成长、受教育、懂法语、少年得志, 40岁不到已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既是国际政治专家, 也是法学硕士, 有中国籍心格的称号, 身被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赏识, 外界视之为上海帮人马。 1995年, 江泽民赵王沪宁上京, 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后生制研究室副主任, 为江包庄推出三个代表, 成为江思想的核心。 江退位后胡锦涛主政, 王继续受到赏识, 升任研究室主任, 成为中南海首席智囊, 是胡科学发展官的重要推手。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 王仍受重任, 习国内考察, 出国外放, 王都陪同左右, 显示无论内政、外交, 王的地位都举足轻重。 去年10月25日, 王更攀上个人仕途的高峰, 成为中共新一届常委, 由此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中央办公厅批准, 二是, 规定退休高官的警卫 每月全数换房一次, 并每天详尽汇报起居生活。 消息人士表示, 这两招实际上是对江泽民的变相软禁。 第一条字不必说, 这是六四图城后, 中共高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 立下一个党内决议, 退休领导人出游出访, 必须获得现任领导人同意。 具体工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执行。 第二条规矩, 等于堵死了江泽民的耳目, 砍断了他的手脚。 这条规定的具体内容有, 退休高官的警卫人员 每月全数换房一次。 而所有当时警卫人员, 每晚必须向中办及其下属的 中央警卫局专职部门, 详尽汇报退休高官全天的一举一动。 若不如时汇报案军纪处罚。 报道说, 这样一来, 相关警卫人员不但难以变为 退休领导人的贴心中途, 反而成了习阵营的耳目。 消息人使虚的是 每次网上一面倒的民意, 并及此把江泽民的汉奸绅士, 出卖国土, 镇压六四学生, 迫害法轮功, 垂帘听政, 党政军大老虎总后台, 将家父子贪腐第一等等罪行 抖路一番。 3月11日, 中共全国人大经不记名投票表决, 高票通过修宪草案。 媒体曝光修宪投票被严密监控, 代表人需在秘密写票处 使用统一发放的专用笔投票。 在代表们写票的约五分钟期间, 主持人要求媒体离场, 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第三次全体会议, 于11日在北京大会堂取行。 下午三点经不记名投票表决, 以2958赞成, 二票反对, 三票弃权和一无效票, 高票通过了中共宪法修正案草案。 港媒报道说, 会场设有秘密写票处, 28个票箱, 不设流动票箱。 代表需导致, 正在召开的中共两会上, 有港媒遇到江泽民侄子和外甥, 问及江泽民禁况时, 他们都知无其此转身走壁。 江的前大密贾庭安也称 对江禁况不了解。 外界认为, 江的禁况或不妙。 有消息称, 江泽民的一举一动都被习近平严密监控, 贴身警卫早已经被习撤换, 变成了贴身案判。 3月12日, 中共两会议召开9天。 9日在中共人大会议上现身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前副主任, 江泽民的大密贾庭安, 被港媒记者问及关于前江泽民的最新状况时, 贾表示, 自己已经离开岗位很多年, 对江泽民的情况不太了解。 无独有偶, 9日在中共全国政协会上, 另有港媒记者遇到江泽民的两位晚辈, 江的侄子, 前上海政协主席吴志明和江的外甥, 县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 二人都对记者说了不少话。 但当记者问到江泽民近况时, 两位政协委员都避而不谈。 吴志明拍了拍记者的肩膀说, 这个我也不清楚, 好吧, 转身而去。 而许江也对这个话题支支吾吾, 表示我不知道, 我们不是, 然后转身和友人离去。 外界认为, 上述既想传递一个信号, 说明江泽民近况不妙, 当局对江泽民家族的调查 并未放松, 才导致江泽民的近况 连亲友都回避甚至不敢提及。 此前就有消息称, 江的贴身警卫早被撤换, 且变成了习近平的贴身案叹, 记录江的一举一动向上汇报。 据港媒《前哨杂志》此前报道, 有消息人士爆料称, 江泽民为对抗习近平 叨叨剑血的反腐运动, 曾暗中联络一些 有政治影响力的人 共同对付习近平。 被习阵营发现后, 迅速使出了两个辣招。 一是, 再次派发红头文件, 强调退休的中共领导人之间, 见面虚或中共说, 贴身警卫为养熟就已换人, 不仅让江无法收买, 那些警卫人员 反而变成了习营的贴身案叹, 贴身监视着江的言行, 等于变相软禁。 报道说, 江泽民刚开始非常恼怒, 一度试图抗拒, 但有官方面随即派前一位 两边都说得上话的人物, 亲赴江泽民家中游说, 使得江泽民不得不接受 每月换人的决议。 对于上述两项规定的准确发布时间, 消息人士称, 应在2015年的大阅兵的前后这段时间。 除此之外, 近年来, 江泽民父子被封杀, 江泽民被软禁的信号被不断传出, 而有关江泽民死去活来的消息 已再被媒体翻炒。 只有像中共十九大这样的场合, 当局为了秀团结, 才有意把江泽民等人放出来亮相。 有北京红二代表示, 江泽民死活其实一个样, 起不到任何作用。 江泽民多次死讯有无什么玄虚不重要, 不玄不玄。